從這一二連三的 包括是說案發之後 然後又接到這樣的傳票 然後同時他說 又必須要到這個派遣所 事實上 他昨天真的一而在這二人山跟我表示 希望我們能夠陪他來 因為他已經不敢來了 今天是來再次向當事者表示 因為他受到傷害 現在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得到被害人的量子 而且現在身體要推高了 我們主動把我們相關當事人移送法派 主動移送法派 我們了解是他在實施他的法律防禦 在世的成本的跟我們旺姓民眾表達欠意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應該要展現一個歉意 真正的誠意 並且撫散以處理這個問題 那相關的制度面的 我們也會進步來講 我們要問的是說 像郝友宜市長是否認同 這樣的又再對他第二次的傷害 對他提高 那甚至又要到原派出所 然後原來的這個三頭分子去做這個行為 柯市長是否認同這樣的做法 這個應該要說清楚 當然局長就是表達歉意嘛 但是從這個受害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樣的歉意 事實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誠意 你從這個1203的 包括是說案發之後 然後又接到這樣的傳票 然後通知他說就必須要到這個派出所 事實上他昨天真的一而在照13跟我表示說 希望我們能夠陪洪查來 因為他已經不敢來了 他已經截後於身 他已經要不敢來這裡 所以我覺得將心比心 這個影片都已經這麼清楚了 然後提高及這個傷害跟罰工 我說實在的 這實在瘋沒鬼 今天是來再次像當時的表達歉意 因為他受到傷害 這件案件發生的當天 侯友宇市長已經明確的指示 一定要徹查清楚 言語指法 而且要對家屬要實踐全副意義 所以我們分局在第一天 在當天說說我們已經像當事人 跟社會大眾公開表情一切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分別九市以上 有時候我們找不到上市 我們一直是善意 不開心 希望能夠尋求大家 兩個和諜的方式 那我們主動把這兩位同仁 按照我們絕對會配偶實踐 該怎樣就怎樣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會用最大的善意跟誠意 我們來解這個問題 市長 其實我在9月26號 我曾經跟當事人 被害當事人 我們在談了一個多小子 我重複表達欠意 跟調達他關切的事項 包括安全 這部分當然警察不是負責任 我們絕對不會讓任何人 尤其像這樣一個黨籍人 再次受到絲毫的上判 這是我們的責任 毛市長其實在第一天 就很明確的提示 本來要側查 同餘對救責任 醫保辦理 一定要跟當事人不限定 而且要尋求他的量 那實際上我們這段時間 也都一直在這樣的做 你跟市長這邊有什麼看嗎 五倍警察 新北的警察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這五人口眾多 但是 該怎麼辦 就應該怎麼辦 那我是檢察局長 當然就是最大的責任 沒有什麼話好講 所以 所以 群眾組這樣的發表聲明 也是我本來的意思 我應該負責 我應該把這個事 處理很妥當 讓被害當事人 他經理受到 受到一定的 再次的 誠懇的 跟我們這個 行慶民眾 表達欠慮 那另外 我們也 剛剛我們就這樣講的 本分局一發生的時候 案件一發生的時候 這個 市長跟局長都很重視 而且在第一時間 就按照規定 這個移送法辦 也沒有這個任何的 對他有任何的 這個 這個部分 我想 這個再次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本分局的立場 絕對是 依法來處理 如果 我們也尊重這個 法律的這個裁判 政策的裁判 也都接受 不太太 遺症 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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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